你也给我倒酒啊 他已经休学了 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他交了休学申请书 为什么 这个嘛 士君他家里好像有人生病 喂 伯母你好 我是明丽 伯母 士君哥 是不是休学了 休学 士君他休学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有人生病了 是谁 没事 可能是我弄错了 等我问过士君哥之后再打给你 真的没事了 那伯母也要多保重哦 空气真好啊 你也用力吸一吸 快点吧 你也吸一口气啊 有没有感受到一股活力呢 这一下子 今年的感冒跟小毛病 全都会好起来的 不许子行吗 不许子行吗 来 吃东西 你还带着餐盒啊 你脸皮最厚了 什么都没有带 尝一尝 尝一尝才能评论哦 好不好吃 有几分 五十分 你别吃了 嗯 满份五十分呢 你不要当医生 改行当厨师好了 你走这行一定会成功 就是说嘛 为什么我样样都那么拿手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啊 再没你一句你就飞上天了 哼 怎么了 你知道吗 你害我好生气哦 怎么我又惹你生气了 我也说不上嘛 对了 你说今天有话想跟我说 是什么 你说啊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你十岁 因为盲长爷 你突然晕过去 我就背着你跑 嗯 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真的以为你会死 把你背在我的背上 我边跑 边向老天祈祷 只要把小鸡救活 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我又发誓又祷告 当时 我下定决心 等我长大 一定要当医生 小心 我说的话你只是听好 你先不要紧张 你要把孩子拿掉 然后开始接受治疗 我的意思是说 士军哥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为什么 又隐瞒我的病 就算隐瞒 你不可能消失了 你何必瞒我呢 反正顶多 就是接受治疗嘛 没关系 我会好起来 到目前为止 我经历过更困难的事 目前病情 还没有进入危险期 我没事了 听说那种病 不是什么绝症 只是比较难治好 虽然难治好 但是还是可以治好啊 我没事的 我有十足的把握 小心 士军哥 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因为 我不想再带给你任何负担 拜托你 不要再替我操心了 怎么这么晚 我想跟你聊聊 士军哥 你喝太多了 你还好吧 我没事 你不要喝了啦 你为什么要休学 是有人生病吗 不会是伯母吧 随便找的借口 对不对 为什么要休学 因为我不想念书 你不想念书 医学院真的不好 那你打算做什么 是喝完了 你是怎么了 明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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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得好吗 嗯 我想你吃 明厉害 明厉害 我好想杀了你哥哥 别担心 别担心我不贵 你叫他好好地过日子 你喝醉了 我醉了 是君哥 有件事情 你去替我问一问五号 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的长大 妈妈的情况却越来越长 你在说什么 明厉 小夕她病得很严重 对了 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你家很有钱对吗 能不能暂时借给我三百万 她生了什么病 我哪些有一定你 但我没想赶你 我担心 那我ilt上 你担心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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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心 我担心 你担心 你担心 我担心 你担心